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义飞的牛奶碰倒在地上 还撞倒了其他人 几个人很快争吵起来 混乱中 义飞刚下要捡起牛奶 却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踩爆 盒子破裂 里面液体喷洒而出 义飞也被喷了一脸 车上的人吓得四处逃窜 因为这液体跟血一模一样 义飞赶紧逃下车 找到厕所整理 其实盒子里的液体就是血 义飞是吸血鬼 多次转学就是为了隐藏这一秘密 整理后 义飞到达学校 这学校师生都很友善 义飞屁股刚坐下 一群女生就凑上前询问 是否知道关于公交吸血鬼的事 搞得义飞相当紧张 难道秘密被发现了吗 幸好同在公交车上的帅哥一言不发 义飞也孤作镇定 午餐时间那群女同学又在谈论吸血鬼的事 还说吸血鬼不敢吃大蒜 听到这儿 义飞故意多打了些大蒜 幸好脑残电视剧才和那些女学生的脑子救了义飞 义飞狂吃大蒜 其实吸血鬼并不用吃人类食物 吃了也没啥用处 只要喝一包血就能续命 义飞的血包是他老爹亲手制作的 安全无污染 批量制作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进化 渐进的吸血鬼已经不用非得喝人血 鸡血压血也可以补充足够的营养 相当便宜划算 义飞偷偷躲到天台吸血 男主陈仙一眼就注意到这不一样的女孩 总感觉两人有种熟悉感 难道是前世修来的缘 放学后陈仙追上义飞想搭讪认识 没想到义飞忙着听音乐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男生 下了车直接回家 陈仙越来越关注义飞 甚至上课也偷看她 班上有一女生小芳暗恋陈仙 陈仙看义飞的眼神 让她深感嫉妒 决定着手调查义飞这个来路不明的心声 跟踪几天后 陈仙终于鼓足勇气站在义飞面前 拔掉她的耳塞搭讪 两人都酷爱音乐 相当合拍 这种小芳更是狂吃飞醋 偷偷拿走义飞的书包打算捉弄她 等到用餐时间 义飞才发现书包失踪 找不到血包的她 饿得手脚发软 血色苍白 像学校里有个帅哥阿震及时发现 一把抱起义飞离开 出手相救 本是同根深 哪能不相连 此后阿震挺身而出保护义飞 一一破解小芳的作剧 阿震和义飞走得近 陈仙看得相当难受 毕竟阿震比陈仙还高大帅气 强劲的对手 小芳经过多时的调查和了解 直到义飞的吸血鬼身份 跑到义飞面前 杨药将她秘密广而告知 陈仙听到这些消息 立马心跳加速 她憎恨吸血鬼 当年她的妈妈就是跟吸血鬼走掉 吸血鬼是她难以接受的群体 为何却偏偏上这吸血鬼女孩 陈仙约义飞到灯塔 质问她为何欺骗自己 由于情绪太过激动 她一不小心从灯塔掉下去 立马进入昏迷状态 迷糊间她的脑中浮现了前世的画面 上百年前 义飞和陈仙是一对情侣 这就是她为何今世再见 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两人恩爱无比 却违反人伦 身为普通人的义飞爱上吸血鬼陈仙 不被世间祝福 最后义飞为了保护陈仙牺牲 四个月后 昏迷的陈仙终于醒来 却失忆了 以前的失望的一干二净 这段时间 义飞一直在疑问 照顾昏迷的陈仙 现在看着陈仙醒来 义飞也安心的回家上学 全校都知道义飞是吸血鬼 纷纷躲着她 这次义飞倒是很淡定 毕竟就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只能传到桥头自然之 一天陈仙无意中在一位教室 看到义飞写的曲谱 弹唱着这熟悉的曲调 回忆起前世情缘 她找到义飞 决定和她一起对抗 是人的一样眼光 从而化解 并对吸血鬼的误会 看完电影小编觉得 每一段美好的恋情 都是前世修来的缘 每一份爱都值得被善待 好好对待爱人 否则假如同电影 生命是种轮回 也许下辈子再相见 风水轮流转 浪浪姐不禁想起 美国吸血鬼题材的电影 目光之城 同样是将吸血鬼 拍得如此唯美清新 喜欢目光之城的小伙伴 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剧哦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浪浪